什么是压线笔 另一只鞋不出水的签字笔 或者其他尖锐的物体 比如牙签 圆规等都可以 首先在纸上随意的画几笔 再涂上彩线 这个样子就出现白色的痕迹 这样的方式就是在做压痕 那么压痕也分为有色压痕和无色压痕 刚刚画的是无色压痕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色压痕 有色压痕的话就是先用彩线笔 涂底色再用压痕比压 最后涂上彩线 这样子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有色的压痕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运用到实际的画面当中 来画一只简单的蜻蜓 起行画一个三角形 在里面画出身体 头部 翅膀和腿 用彩线勾了一下就可以开始上色咯 头部和身体可以先用灰黑色 画出深色的位置 接着用蓝色和绿色平涂 让颜色更加丰富一些 腿用灰色平涂 再加一些周围的蓝色呀 绿色呀丰富就好了哟 尾巴上下要加深一些 中间浅一点 用灰色和深蓝色平涂加重 往中间慢慢变浅哟 重点来咯 用蓝色和绿色画出翅膀的渐变色 再用尖锐的物体 在翅膀上滑拉出纹理 这是我用的圆规 有了纹理后期继续上色的时候 翅膀就会显得更加精致写实 继续加深颜色 翅膀透明的部分 可以用灰色轻轻的勾勒出纹理 再用浅肉色 黄棕色过度加深就完成啦 看完这个视频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采鲜实用技巧哦